我们先念开经记 拿摩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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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身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辞 愿解如来真实意 诸位大德同修 大家吉祥阿弥陀佛 我们无量寿经研讨 要研讨还是要多一些互动交流 今天应该我们第七评 定辰正觉这一评 应该是可以交流完 交流完我们也可以就前面经文内容 大家可以做分享或者做探讨 或者提问也可以 我们上一次一起交流到是 经文 为众开法障 广师功德宝 我们 按道呢 牢上有讲 这个法障是 说法性寒常 无量的功德 称为法障 而 经典呢 是佛言 从佛 自信当中流入的真言 那 佛为什么说法 佛 同体大悲 为了帮助众生 转恶为善 转迷为物 转凡成圣 这三个目的 当然 不会指于转恶为善而已 因为转恶为善 不一定能出六道 没有出六道轮回 就没有解决问题 所以我们 学习这一部经 修学这个法门 是当生成就的法门 往生极乐世界 就出离轮回 原正 三不退了 所以 师长这里说 就是这一本 无量受精 这 慧众开这一部 无量受精的法上 我们主在末法时期 我们自己感受感受 以我们的根性 要断见识烦恼 才能出轮回 这个道理 我们应该很清楚 轮回是 我执变现的 我执就是见识烦恼 见货 88品 师货 81品 要断这个建货 这个经典当中讲 瞬间 这是顿断 瞬间把事实里的瀑流 截断 这个瀑流是比喻 我们这些烦恼 在抽刀断水 水更流 这个无死劫来的烦恼 洗漆眼 那个建货要瞬间把它 断掉 几乎对我们末法 我们已经进入 末法的第二个 一千年了 正法一千年 相法一千年 末法一万年 这中国人重历史 还是以中国 比较准一点 你在印度集结 那有时候战乱的时候 到底有没有算进去 这个不好说了 所以 以中国的算法 三千零 多少年了 进入第二个 一千年了 我们冷静 我们这样看上去 诸位同学都是秋天的人 我们都是四十到六十 我们往上 看了两代人 是吧 爷爷辈 父母辈 我们往下又看两代人 可能我们现在有的子女 大一点的 三十几的 二十几的 有了 再小一点的 小孩 你看现在小孩 三五岁就很有个性了 好 大家看这五代人的根性 退的速度 快不快 内的根性 还有外在的诱惑 我们就不说别的 好像从14年 15年之后 智能型手机出现了 我最近在台湾 常常做公共交通工具 一上台北捷运 基本上 每一个人都在看手机 哎呀 这个手机的挑战太大 你这个手机只要上瘾了 保证睡眠慢慢会有问题 就不能自主了 所以面对现在外在的环境 你没有很坚定的志向 你没有界定的功夫 你不被外在所引诱诱惑 也不容易了 所以啊 看到现在外在的情况 拍照就要做了 不然抵不了啊 这真爱子孙 哎呀 要赶紧教啊 我这个最近 跟这些同学们见面 见面的时候啊 都有五六个孩子 七八个都有 都在现场 都是六岁以下的孩子 我们的探讨都可以正常进行 因为这些孩子 大部分都抬一觉 开始叫 有这个同修 新婚夫妻啊 待了一会儿 很惊讶地说 哎呀 我姐姐的孩子 我们每一次聚会啊 都吵翻天啊 怎么这一群孩子 这么安静啊 现在都要为人演说啊 人家才相信 你看这些孩子 都在表法给我们看啊 你看一个三岁的孩子 因为一些同修啊 以前跟我都是网友啊 没有见过面啊 这一次有机会 我在北中南 因为魏众开法上 有机会这个北中南啊 都要跟这些网友交流交流 第一次见面呢 请他们自我介绍一下 虽然在线上 有时候都见过很多遍呢 其中一个妈妈 她聊到她 一些休学的过程 包含她的家庭背景 因为从小单轻啊 所以 就常常在思考人生 想的都比一般的人多 所以谈到 这个学佛的过程 就流泪啊 哇 你看她那个三岁的孩子 就很自然的 就去看到母亲流泪了 就很自然就去握母亲的手了 你看就 那个眼神就懂得安慰母亲了 你看父子有亲的天性啊 我们在现场 看来是表露无遗的 所以我们客观看 我们看了几代人 这个根性摆在我们面前 你看黄老 慈悲啊 他说我斗胆的说 不管你修学什么法门 只要不求生净土 不求生西方极的世界的 这个净土 你迷了净土也不行 这个迷了净土啊 你要修禅定 你这个这个 涛利天以上啊 都要修禅定功夫 才上得去哦 你看一般超度啊 只能超到涛利天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地藏经 你看做那么多功德 把他母亲超了到涛利天 大家看 宝治功哦 观世音菩萨再来 帮梁武帝的妃子超度 超到哪 涛利天哦 你看这个从礼上讲 那个礼上 他去哪里啊 比方说 我们听到同学问了 我这个 我这个亲戚啊 现在 在49天之内啊 我尽力给他做功德 劝他去极乐世界 能不能去啊 我说能不能去 他为主啊 我们是助缘啊 这一点 应该很好理解啊 一个人往生极乐世界 那个极乐世界也是他自心所变的 心做心事哦 十万亿成 去此不远哦 一切法 从心想生啊 这个人 他自己都没有求生 你能把他超到极乐世界啊 哦 我们现在动不动 就听到人家 我给他念念佛啊 把这个 把这个英灵 超到极乐世界了 一般的人一听 哇 太厉害了 我们冷静冷静啊 要有判断力啊 而真的有功夫的人 会不会常常在那里炫耀 我把谁超到哪里去了 大家不要激动啊 真人不露像啊 露像非真人啊 真正有这个功夫 可以超度众生的 那你们有听过哪一个 祖师说 他能把人超度到极乐世界去啊 宝字公都不行哦 我们太容易激动了啊 读的经教都提不起 去判断判断 大家注意哦 阿难尊者啊 他的妈妈在轨道啊 你看吃东西 给他东西都化成火炭 火啊 他要度他母亲哦 佛怎么建议他的 建议他刚好 节下安居要结束了 供养这些大阿罗汉的 来超度他母亲哦 那超度哪有那么容易 要超到套利天哦 所以 这个我们判断 还是要依经典 依祖师啊 这些教育 而且佛门不以神通度众生 都是以讲经说法为主 你看一标榜 他可以什么超度了 也说所有的人 在面对他的心态都不对了 都是求他加持加持 假如佛能给我们加持 帮我们超度到极度世界 那佛一定给我们超度到极度世界去的 佛是同体大悲了 他办得到 哪有不帮我们的道理呢 佛最重要的 把道理给我们讲清楚啊 哪个道理 一切众生 皆具如来 智慧得相 莫向外求 向外求就是着相 就是外道了 怎么开发自信 无量的智慧 德能福报 所以都是以讲经说法度众生 那个神通都是特殊因缘 哪有把这些都挂在嘴上 特殊因缘可能对方是国王 这种特殊情况 才有用 所以现在邪师说法如横河沙 都是养一些小鬼 你看上个月发生什么事 他讲一些静得很准 远的就不行 而且你讲这些神通的事情 听的人修学的态度都会偏掉 他向外求了嘛 好 所以这个 我出家之后也遇到好几次了 可不可以帮我摸摸头加持 我说老和尚说你把无量说经历一遍 就是诸佛给你灌点名字 加持了 这个我们在轮回当就是太着相了 现在就是不能着相才是 不取余相不能着相 说这个不着相 真不容易 有时候自己着相还不够 硬要把自己着的相 还要逼别人也要接受 好上说啊 学佛放下贪 放下执着 不是贪患 在佛门继续贪 贪法 贪方便 贪快速 不是执着换对象 今天跟一个同修散步 刚好在双膝小厨 望过去青山绿水 常常吸收一下 这个大自然的磁场 天地的振气 他说我有一个同修 学了佛了 就跟他先生说了 我跟他同房了 你说他先生不跳起来 我说他本来就是很强势执着的 不是说入了佛门才这样的了 遇佛法是他的一个源 把他的一些习气 刚好在这个源当中 他这个习气现前 而学佛最重要的 观心为要 观自己的心念 老婆上指导我们修学的总纲领案 六根接触六成 不起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执着 当跟另外一半提出这个要求的时候 有没有看到自己的念头 执着 人一执着 叫我执做主 完全不考虑别人 学佛的功夫 种实质 不是你一天念多少副经 念多少句佛 那是手段而已 有没有把执着给念淡了 念吊了 放下才是功夫 能不能放下 就看这个在五轮关系当中 跟人相处 会不会跟人家情绪对待 一个巴掌拍不响 我们内心起的情绪 铁定自己内在有习气 跟对方较劲 对抗 不然他有执着 我没有 我就可以横顺众生了 我不会跟他顶 所以我们只要起情绪了 不要讲太多道理 半经八两 没有资格说啥 我们有时候跟人家闹不愉快了 还要去找人家评评理 你看 这对方太过分了 阿弥陀佛 不是风动 也不是翻动 自己心动成这个样子了 还要找人平平理 我现在感觉 我们常常讲这个 苏东坡先生 其实苏东坡先生的修养 我们现在一般的人达不到 我们不能只当故事听 听到 我现在听这个故事 我感觉 首先 一个人在修学的路上 自我感觉良好 也是一个考题 是吧 一个人感觉自己修得不错的时候 他已经慢性起来了 你看下年居老居士 他在修学过程的体悟 需拙然见得自己满身过失 功夫时有着手处 你说一个人见得满身过失 还会在那里说 我疤风吹不动 自己感觉这么良好 我有时候接触我们一些同修 跟他聊几句 他就会忍不住 稍微肯定一下自己 我跟我以前比起来 我进步不少了 他得都聊一段 都得补一句 所以这个说实在的 八风要不动 不容易 我们有没有感觉 禅定 禅是不取向 定是如如不动 见到高兴的事 会不会很欢喜 见到逆境 情绪有没有动 力士练心 观心 回药 所以这个 这个观自己这些念头 很重要 所以我们 常常以主师这些法语 来观照自己的状态 不能轻易相信自己的意思 所以 不能 常常自我感觉良好 还没有证阿罗汉以前 不要随便相信自己的意思 我们刚刚说的 修行的功夫是放下 结果你看这个同修 都没有体恤到 这个 另一半的感受 所以我们学佛 家里人都很认合我们的 比例不高 其实 学佛 慈悲为本 方便为门 我请教大家 我们真的 把这两句落实在家庭里面 你说家人会反对我们学吗 他首先感觉到我们都替他主想 他生欢喜了 所以老阿上说 得不到社会大众的谅解 这里包含自己家里的人 回过头来 反省自己 所以 这个不关照自己的心念 那学了佛之后 会更强势的 我的想法对 我依照经典 这个没有把你听 听圆融了 处处都出现执着点 而且我感觉 我们学出世的大乘佛法 一定要有 做人的基础 不然真的越学越执着 所以为什么 韦提西夫人 发愿求生极乐世界 请问 释迦摩尼佛 首先跟他说什么 释迦摩尼佛 有没有说 好 就念佛就好了 有没有这么讲 这个地方都是观察的重点 我提西夫人 我提西夫人 首先说 三世诸佛 敬业正英 先讲 仁天福 要先会做人 再来讲 小臣 第二府 第三才是 大臣 而且我们看第三是 发菩提心 身性因果 独送大臣 劝尽行者 发菩提心是 往生极乐世界 必具条件 三倍往生 第二十四平 上 中 下 都有 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 阿弥陀佛 可是发菩提心 前面的基础 第一府 第二府 你没有这个第一府 第二府 就直接盖第三府了 就好像盖房子 一二楼都不要了 直接盖第三层 所以为什么老和尚 在讲科著的时候 说他观察 上一代人 出了那么多高僧大 到他们这一代 很少了 为什么 老和尚观察了几十年 最后观察出来 因为上一代 都有传统文化的基础 所以出那么多高僧大 老和尚观察了几十年 最后 为什么那么强调 扎三个根 那是老和尚对我们的慈悲 不希望我们遇到当生成就的法门 结果没有基础 结果没有基础 当面错过 可是现在 有些老和尚的弟子 强调一部无量寿经 不见得强调扎根 老和尚的教法 是开一代识教的法药 你不能自己喜欢无量寿经 把老和尚扎根的重点 你就不强调 这样也对老和尚的观机 不完整 我们都不能执着 我比较喜欢什么 那你看老和尚的经教 你就看不全面了 大家想一想 心容不容易偏 太容易了 我在二十多年前 在道场里面 见到太多同学了 我最喜欢无量寿经了 老和尚讲扎根 他都不重视 我是因为 应光大师加指的 我也没有那个 这么好的善根 因为应光大师说 事有真如 方有真身 这句话 我没听说过 所以我印象很深 后来又看到 永明严寿禅师 引了启示戒经 说释迦摩尼佛 派 家设菩萨 派 童儒菩萨 往震担方向 教皇 我一看 老子跟孔子 大家去查一下 丁福堡 佛学 大词典 震担有三圣 苏婆有三圣 释迦摩尼佛 观世音菩萨 地藏皇 这两尊菩萨 跟苏婆界 原来很深 极乐世界 有三圣 这个应该 不用介绍了 阿弥陀佛 观音菩萨 大师智菩萨 华言有三圣 这个毕卢浙那佛 普贤菩萨 文殊菩萨 你看 毕卢浙那佛 是华藏世界 这个普贤菩萨 跟文殊菩萨 一起劝责 华藏世界 法僧大师 求生西方极的世界 十大愿望 老规极乐 这个都是配合 释迦摩尼佛 来度众生 老和尚就是被 普贤菩萨 度了 专修专宏 极乐世界 普南老和尚 是最喜欢华言 娑婆三圣 孔子 严辉 老子 不是震荡 震荡三圣 你看 严辉是配合孔子 教化 而且他入境界 很高 孔子说 他问子贡 如雨回也 谁欲 子贡 你跟严辉 比起来怎么样 子贡 赤何感 妄为 我怎么敢跟严辉比 我是文医 以之恶 言辉是文医 以之死 孔子说 对 你不如他 我也不如他 所以这个 孔子 五十而知天命 这个言辉 还没有到四十岁 就知天命了 你看他在论语里面 说的 因为刚好走私的 遇到危险 他最后回来 孔子太高兴了 我以为你死了 你看严辉说 子财 回何敢死 他知道他这一生 是来配合孔子 把五千年的道统 传下去了 你看这个都 震担三圣 配合大臣佛法 到中国来 老和尚讲经 不知道分析过多少次了 大家不能忽略 南宋以后 小臣 两个宗派 臣时宗 聚舍宗 就没落了 被辱道取代了 而且辱道的星量 超过小臣 你看我们读大学 五之欲 明明得于天下者 你看那个星量 比小臣还大 难怪皆大臣佛法 大放异彩 发扬光大 所以 连听老和尚的经教 都要完整听 不能挑着听 不能用你的好物 去选要的部分 所以 一部无量寿经 可不可以 一部无量寿经 跟四一法 这个要圆融来理解 我们现在 一听自己觉得这样对了 然后就强迫别人 也要照这样 比方说 我之前 听到 同修说了 一个老师啊 现在老和尚原籍了 别人听老和尚地址的 课程 不行 你要听老和尚的 一个老师 大家注意 一个老师 对不对 你不执着 对 执着了 不对 所以对不对 是心上 不是向上 好 老和尚讲 四一法 有说 一了意 不一 不了意 老和尚 开解一个角度 开解的 哇 我是非常佩服 老和尚说 这个了意呢 一般讲啊 就是你能当身解脱的 这个了意也是 跟第一一地相应的 可以入 这个法身境界的 大臣的境界的 但是你说实在的 现在这个解法 老和尚说的 那个 那个 谈虚老和尚那时候就这样 开悟啊 没见过 听都没听说过了 得禅定的勇啊 那你现在解这个四一法 解这么高 一般的人 也都不是那个境界啊 你看老和尚觉得 你有得力了 这叫了意啊 那我怕人家听了之后 可能又不够 这个关注啊 我稍微补了一句 是长久 得力一有 你不是现在感觉不错啊 但是几个月之后啊 就不得利益了 长久得利益 越来越提升 这个才是了意 所以今天 他一个老师 他的修学不断进步 老师远急了 他也能成就 大家注意哦 孟子跟孔子学 孔子在不在啊 在啊 不在啦 偶艺大师 跟莲智大师学 莲智大师在不在啊 远急了啊 人家学成啊 所以重点 他有得力啊 师父领进门 修行靠个人 所以祖师有给我们表演 但大家注意哦 这样的人多不多啊 我们见过吗 我们是听老师上讲 偶艺大师啊 讲孟子啊 一定有这样的人 不是太多 大家注意老和尚说 一个红法的人 假如他没有传人呢 他的成就等于零 老师上为什么这么讲 凸显传人的重要 因为 这善知识布下去的 这些种子啊 你看释迦牟尼佛 要讲四十九年 李秉仁老师讲三十八年 那我请问大家 老和尚的经教 五大洲 上亿的人在学习 刚好这个同学 二十几岁 老和尚远急了 你说他跟谁学 他自己能领悟 那当然非常好 他都依止老和尚 他假如不能得力 请问谁来扶持他 所以老和尚 讲这个话 我们感觉他老人家的慈悲啊 他希望 跟他有缘的众生 都能得力啊 所以要有传承的地址 继续把佛法 把他老人家一代识教 给众生讲清楚 讲明白 护念 一切跟他有缘的众生 所以你不能说 我一个老师了 你就强迫别人 老和尚远急了 不能听其他的老师讲 那会变成自己的执着 又要去强迫别人 要跟他一样 那你说 当我们讲这句话的时候 我们有替对方关机吗 所以这个就是一种习气 不是佛门才有 是我们本来 好像自己认为对的东西 都要强迫别人 也要像我这样 这个就是本来的习气 在起作用 所以刚刚讲那个例子 你看 当人家太太一接触了 就马上跟先生说 不行了 你看 黄念族老居士的话都不听 我们真的实在讲 听自己的容易了 听老师的听 高深踏着的 很不容易 老和尚在 这个 有一篇专题开始 对那个要去日本留学的 这些博士 谈什么 谈学业 谈事业 谈未来家庭 里面就举到了 一个男居士 学了佛 在黄老面前说 那这个 要断男女之欲了 黄老马上跟他讲 你太太同意吗 你不能人情 事理都不讲 你会脑害众生的 所以为什么 我现在体会到 孔子老子 颜回 打基础太重要 夫子之道 忠述而已 我们没有忠述的存心 听法都听成 自己的执着意 听一个道理 拿去要求别人 所以心态不对 那个法都并位了 一听一个道理 言以律己 你看我们对 五欲 言以律己 别人宽以待人 理解别人 有这些欲望 而不是强迫别人 要放下欲望 为什么学佛的 一般家里的人 都生烦恼 没有儒家做人的基础 忠述存心 忠述为道不远 忠述离真心不远 学佛最重要的 用真心 这一句是老话上 很重要的法语 所以 内心不能执着 我们看六祖大师 接五祖的一波 五祖圆己之后 请问五祖的学生 要跟谁学 可以跟五祖的经教学 但是要得力 假如你不得力了 还不跟六祖学 那就是自己的 你跟五祖搞情子 修行是要放下情子的 因为六祖接一波了 六祖会关众生的机 看到当前的众生 学学学 学出哪些执着点 他会应激说法 大家注意看老和尚 八十几岁 九十岁的时候 每一次重大的法会 都发表专题演讲 目的是什么 互念大家的情况 修学的情况 为什么要讲 善学佛法与传统文化 因为看到大家都听篇了 把他老人家教诲听篇了 哇 有的人 无量寿经好 人家念弥陀经 你念弥陀经不能往生 搞得一些老人家 紧张的半死了 造罪业了 他执着了 他执着无量寿经 就批评别人 吓别人 这个老人在这些专题都有讲 传统文化老师应该具备的素质 为什么要讲这个专题 不是一般的人都能做传统文化老师 不是你发心就可以了 你发心你还要积累学问 你还要调伏习气 不然你一教书了 贪嗔吃慢都现前 孩子吃饭你也在骂人 当众脱裤子 打孩子 老上就是已经收到这些讯息了 而这些老师 名望都很高啊 你说不赶快制止还得了啊 大家别激动 他跟老上照照相 站在老上身边 大家就一激动 老上的弟子传人 要冷静 我们就不先说别人 说自己吧 我们感受感受 我们自己二十几岁 三十几岁 遇到佛法了 请问我们这三十几年前 那些西兰 都没辣 请问是他的力量大 还是佛号的力量大 一接触老和尚 摇身一变 变专家学者 变教育专家 有可能吗 我们遇到老和尚挑战 是 我们很容易就浮夹 很容易就老和尚的光 以为是自己的光啊 不知不觉啊 所以诸位同修你们不要激动啊 我们在老和尚身边的人 是very dangerous 一不小心 就染污了 所以诸位同修 我讲的跟佛经 跟老和尚讲的不一样 你们要提醒我 遇到同修 这很多年前 还没出家前 遇到同修 蔡老师 你讲什么我都相信 我说你别害我 哇 这个大众把我当神啊 我自己觉得自己是神 会死得很惨 保证多阿鼻地狱啊 这个不是开玩笑的 很容易啊 别人的光维自己就迷失掉了 古人要过这个财色名利都难 我们现在是成人才学的 一下子名气又那么大 哇 真是不容易啊 所以现在洪富正法的难度啊 你看老和尚说的 比我难十倍百倍都不止 所以诸位同修 不要太激动啊 你太激动了 太恭维 太赞叹了 这些讲课的老师 可能一个一个都倒下来 我们可都没有 苏东坡先生的修养哦 要客观哦 你比方说我剃了一个头啊 也只是一个身像换了而已哦 你有听过哪个人 头剃了之后脾气没了 那个都要修的啊 苏东坡先生是从小有传统文化的根基哦 他在修行过程 他一不小心 吹不动哪有那么容易啊 好 一部无量寿经行不行 行也不行 行就是你得力了 那无量寿经里面也有交五轮关系啊 父子兄弟 夫妇亲属 当相敬爱 无相征集 可是你得真这么敢 你学了大乘佛法了 夫妻关系都沟通困难 学偏了 那当然要回来扎根哦 我曾经 这个我是当面问的哦 我说老儿上啊 假如不扎三个根啊 然后就 一部无量寿经念到底啊 行不行啊 老儿上说行 可是时间要很长 意思就是说 还是要先扎根比较好 问题是时间很长啊 我们有没有那个寿命啊 再来 你一部经一直念 你也要观察你自己有没有得力啊 你不能着相了 在那里算五千了 一万了 两万了 你有没有把烦恼念掉啊 贪嗔痴有没有少了 师父领进门 修行靠个人 要自己检查 我有见过念两万三万 越念越傲慢的 他看不到自己的心念啊 所以这个修行路上啊 善知识是我们的一个重要的助缘 而这个助缘能帮我们多少 是我们决定的 我们不是挑着他的教会学 那还是跟自己的分别执着在学 你要完整看待老人家一代实教 对我们当生成就开出来的药法 要先扎根 然后一门深入 一步无量缩净 好 这个慰重开法障啊 广师功德宝 不同年龄层啊 你开的法障不一样 你要气理 还要气急 最近呢 也遇到一些前辈啊 我们镜中的一些会长 干部 大家就在探讨一个问题啊 道场里面呢 都是老人多啊 比较少年轻人 这个现象要不要重视啊 那不重视的 那不是镜中学会一个一个说起来了 你没有接班的人啊 哎 末法时期 一亿人修行 喊一得道啊 净土法门太重要了 我们刚刚讲 黄念导说的 我斗胆地说啊 不管你修哪个法门 你不求生净土 这一生要了生死 不可能 搞自己的能力 很难啊 这黄老就是怕众生 绕了一大圈 绕不回来 忽略了求生净土 人生难得 佛法门我们给错过了 很慈悲啊 诸位同学啊 大家听到 唯一念佛 得度生死啊 有没有突然觉得 自己认重道远 那个 我遇到一个同修 年轻的 他说法师啊 哎呀 这个学佛啊 现在用在我这个工作上 不行啊 很难啊 用在家庭里面很难啊 我就跟他说了 我说 这个 你每天要说话吧 对啊 说很多话 那你 话说对了 跟说错了 影响大不大 这当然影响很大了 说话错了 那些收拾哦 我说对啊 学佛 佛是绝呢 你一句话 讲错了 你就是不绝啊 讲对了 你就是绝啊 所以你现在就要用佛法了 哪有说行不通 佛法就是绝啊 绝迷啊 你不把佛法用出来 你每天都在收拾你 做错的事 讲错的话 所以请问大家 年轻人要不要赶快学佛 要啊 可是你要开解 是要开到他现在所面对的问题 怎么用觉悟去处理啊 你说你这么去跟年轻人探讨 他会反对 他会说 我跟大家保证啊 你说现在你要找一个没有烦恼的人 连小学生都很难啊 现在 没有遇佛法的成年人 心有千千结的多了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现在忧郁症的 人口比例都在上升啊 诸位同修 我们面对现在的 众生的情况啊 再来探讨这一句 为众开法杖 广施功德宝啊 我们应该是特别有感触吧 那诸位同修 最近大家法会开得怎么样 开得如何 我们应该互相探讨探讨吧 不然这一句话又滑过去了 佛法就是生活啊 就是工作啊 就是处事待人接物啊 我们才能入不恶法门啊 佛法不离生活啊 那还是恶啊 不离工作处事 那还是恶法 就是才是不恶 这个刚好 我这次啊 在台湾停留18天 我回想这21年呢 见到我们家老菩萨的时候 我们家老菩萨 我现在都不称呼他妈 我有跟他老人家商量过 我说跟你讲妈 你那个阿赖耶士都种个妈妈妈 到时候又去当妈 就做老菩萨 我是要去做菩萨的 我要去极乐世界 清净海会种菩萨 参加这个俱乐部的 那这个 他老人家常常都提说 你回台湾哦 都是温导油啊 沾酱油啊 哇 你看我们线上现在 也只有我们张老师是台湾 哦 这个 哦 这个我老母亲讲这个话 都是 沾酱油的 一沾就好了 就走了 结果这一次啊 可能这个佛菩萨祖先呢 再 给我一些点的话啊 当然哦 讲良心话啊 这个你们应该都听我讲过的啊 我自始至终觉得 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台湾的 同胞 华人 一定是 是要在最前头 我最近见到这些台湾同胞啊 我也跟他们说 我在前线冲杀 我什么时候都回头看一下 这个台湾同胞来了没有 我以前常常往后看 东北人不少 所以打仗啊 要找两个地方的人 一个是东北人 一个是湖南人 哦 他们的性格都是 冲啊冲啊 那不计后果的 有一些地区是专门出 军师的 考虑再三 这个是可以出军师的地方 一般 打仗要 找那些 很勇猛的 因为万法是因缘所生嘛 从接受中华文化的 熏陶来讲 台湾的同胞 接受的因缘 比其他地区好 这个是客观的讲 所以我这一次遇到 台湾同胞 我都给他们唱 这一首 中国一定强 因为 里面有一句话 叫通胞们起来 通胞们起来 我都要唱给这个台湾同胞 我们要赶快了 鸡不可施啊 这种 为众开法上 教化的事情 你拖越久 越难 大家看有没有道理 你对一个人来讲 你是十岁教他 还是二十岁教他 那差一大截 你是胎教教他 还是三岁教他 也差一大截 所以就跟治病一样 越早越好啊 你拖后面啊 难啊 我都发一个老儿上的专题开示 缅怀主德 将台湾建设成中华传统文化 示范区 金正事实啊 然后让这个开示 已经过了五年了 诸位台湾同胞 不能再多了 我们得要对得起祖先 祖先给我们 接受这个文化 他熏陶的因缘最好啊 我听到老儿上讲 拥塞方数啊 太阳感应篇里面内容 提到了 你今天 比方说你有一个药方啊 可以利益这个世间的人 你把他埋到棺材 有罪过啊 我们这一生所学的 对这个世间有用 你就要尽力把他使 发挥出来 尤其我们是学大臣佛法 慈悲为本 你能帮助这个世间 你还留一手啊 这跟大臣的心境就不相应了 脑上都表演给我们看 牺牲生命 都要把中华文化沉传下去 他92岁 那一年 飞 欧洲 飞了三次 92岁啊 这不辞劳苦 那一年 好像还飞了澳洲啊 我们跟三次是学啊 要学他的精神啊 学他的存心啊 你不学这些啊 他的经教 你可以倒背如流啊 你也会解错他的教诲 为什么 因为你体会不到他的基因 他的教诲 你也会用你的意识啊 去理解 大家有没有遇过 五个听牢上经教的人 看着同一个问题 看法都不一样 诸位同学啊 我刚刚讲话 你们有听清楚吗 可以啦 你们假如听不清楚 要给我说一下 好 陈德呢 这一次回台湾 一下飞机啊 刚好是吃饭时间 我去吃中饭 一把门推开啊 这个门口 那个吃饭的 同兄马上 陈德法师好 吓我一跳 哦 你看啊 一下飞机 一吃饭 就遇到 学佛的同兄 你看这个 这些迹象都在提醒我 然后坐上高铁 旁边有一个男士 嘴上好像是在念佛 还是念咒 我也不知道 我就跟他聊了一下 哎呦 哎 都是啊 很热爱传统文化的 哦 还跟那个 啊 我们台湾 啊 这个上次是台北 现在是在高雄 老和尚的文物展 负责的这个 陈小军老师 哎 跟这个旁边 这一位男士是好朋友 因为 我跟他加了微信之后啊 他还发 这个 陈老师 照相的照片 他们两个在喝茶 哦 结果他的人脉关系啊 跟静忠 都很熟 而且跟 学术界的 都很熟 你看这些资源 要整合起来 用台湾 这个 传统文化的这种力量 来供养 啊 全世界的华人 啊 甚至于 啊 我们 这个 这个至善基金会 啊 这三年 啊 要找这些专家 汉学专家 他一身专攻 比方 史记 比方专攻 诗经 让他用 英文 英文为主 或者第二种语言 你可以用越南文 日文都可以 德文 也可以 把他一身所学啊 讲出来 这样能让中华文化 可以去啊 供养 全世界的人 他一接触了 预言不同啊 哎呦 这个中华老子中 讲的这些教语很好啊 我们遇过不少哦 我遇过一个 从小在纽约长大的 美国 犹太医友 他就看了一幅画 画六祖大师 砍柴 他不懂中文哦 他学艺术的 看到那一幅画 触电了 然后就到中国去求学了 现在拿到博士学位了 在北京大学服务了 学了一两年 那中文溜得不得了啊 我有一次在香港见到他 请教他 你是怎么学中文呢 他给我交流的过程 让我这个后背都流汗 他说首先呢 应光大师说 一分沉静得一分利 十分沉静得十分利 所以要用恭敬心的学 那个水瓶吓死我了 然后就看着他在那里 念无量寿经 用中文念得很顺 大家都知道 你看中华文明五千年了 人口都是全世界最多的 请问这些人 多少人已经转世到其他国度去了 你一下有机会 给他一讲 中华文明 马上把他阿雷耶士的种子就换起来了 所以诸位同修 你们都在欧美 要为众开法杖 很可能你这些邻居 这些其他国度民族的过去生 都做过中国人 做过华人 我是很羡慕大家 会讲英格里士 我现在假如会讲英格里士 我走到哪一定红 我有一次就是在这个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的时候 跟他们一起吃饭 那么难得的机会 我马上请一个澳洲同学 不好意思 可不可以帮我翻译翻译 尤其现在又出家了 人家一看就知道 这个是学佛的 你不跟他讲佛法 就是对英语的不够静心 我还没出家 那还另当别论 人家看到你也不知道 跟佛法有关系 结果我跟他们一聊 我那一桌什么肤色都有 我一跟他聊 每个人都能成佛 眼睛瞪大 给我说你再说一遍 我眼睛都亮 所以跟一切众生都要结法源 为众开法上 广师功德宝 就感觉一吃饭 遇到同修了 坐个高铁遇到同修了 所以我就遇到他们都唱通报门题 我看十节音缘到了 张老师 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该上场了 要跟老阿上同台演出了 当然他已经很 用力了 他们教的小朋友 都是用传统文化在教 而且还带去参访佛事 跟佛门结缘 我这次回来 因为时间长 我就跟我老菩萨说了 我说你的同学 全部超过八十岁 我说他们都是从小看我长大的 我现在又出家了 你约约他们来跟我见见面吧 还有我们那些亲戚 你看我母亲的姐姐八十六了 我有好几个亲戚 都是八十多了 我母亲这一次很用力 招来不少同学 还有这个亲戚来了 那面对这都是八十几岁的人 那一定最重要的 跟他们谈念佛求生净土 八十岁以上 这个是过了 过了冬天 什么时候无常会来 都很难讲 他心里先清楚 可以求生净土 心里有个底 那对他们是至关重要 这些长辈 我下一次回来 在不在都是个问号 所以魏众开法杖 也要抓住十节姻缘 不然你可能后面 你看 这些长辈 照顾过我 认识多少年 五十多年 你看 你还不跟他解法缘 那不是太可惜了 因为他认识我五十多年了 我应该 在他心目中 印象不会骗他 而且我小说还算可爱 露的印象还可以 哎呦 这个 医疗疗残了 啊 面对境界要清楚 醒鼻涕要先把声音关掉 而且这个手还要捂着 这样比较文雅 你看牢牙上的法语 面对境界要清楚 请问这一句话在哪里 在我们每一时每一刻 话不能讲错 念头不能动错 动作不能做错 尤其我们当父母的 你一举一动都在影响孩子 甚至影响孙子 现在这个教育孩子 你的认知不到位 你有时候这些 就是错过这些最重要的教育机会点 有时候那孩子才五六岁 他在顶撞长辈的时候 那那种表情语调都还有一种同言同语 可是他的内心的状况 这个时候你不遏止他 你后面要交准来 可是有时候我们这些长辈认知没有那么深 你还觉得好玩 都没有及时很慎重教导他 那这个时机就过去 要胜于死 他第一是对父母不敬 对老人不敬 你就要掌握这个时机 知其心 才能救其失 我们能不能看到自己的心 我们才能护念自己 我们能看到亲戚朋友 心的偏颇处晚 我们才护得了他们 所以自爱爱人 不容易有 我们得从自己心缘引微处 默默洗涤 才互念得了自己人念 我也得忧着点 因为前几天 感冒 这个也不能一下子又讲两个小时 这个气我看会不够 我看就刚刚聊的 大家有没有要分享或者探讨 或者提问 我们可以再做个交流 我刚刚讲的 大家有不认可的可以提出来 我不搞一言堂 大家可以善有为一 如切如搓 如左如猛 或者最近修学的 心得也很好 你看你们有住了 你们都住在听的状况 一下子我说分享 所以你在哪里练阴无所住 而生其心 当下 就可以检查出来 好 请这个锐学长 各位长辈 大家好 学生是想请教一个问题 因为最近在接触 尽量简短一点 介绍一下背景 就是在最近接触到一位长辈 那这位长辈 他其实自己修学是很用功 然后对传统文化的弘扬 也是非常尽心尽力 可能在起初修学的时候 会有一点 有执着点 所以很迫切的 希望他的夫人 他的孩子 一起学习传统文化 可能前两年逼得比较紧 夫人就产生比较强烈的反感 也确实是可能在接触过程中 看到大家有做的不好的地方 所以就是内心可能更加不认可 那现在学生也有机会 陪伴这位长辈的女儿 一起学习 就发现他的孩子 就每天作业很多 因为他的夫人就很在意 这个学校里面的这些功课 好像现在除了他之外 基本他的同龄都是这样 就是暑假学校不布置作业 但是家长布置的作业 每天几乎都快做不完 他们写作业常常都写得崩溃 在我怀里哭 哭十几分钟 然后慢慢哄好了 才能接着写 然后那这位长辈其实他也很为难 因为我们要配合着帮他把作业完成 这样他回家 妈妈才能比较安心 他过来这边 在这边起码还有读经啊 或者学习的机会 但是呢 就是这位长辈就是用 因为之前压得太狠 现在就转而是完全横顺的一个状态 但是学生在旁边看的过程就觉得很辛苦 就是这位长辈 他夹在中间很为难 那那位母亲 用控制要求的方法对孩子不被了解 其实也很难过 那这位孩子不用说 他受到这种压力也很痛苦 所以想请教法师遇到这样的状况 当事人或者我们有机会跟他结缘的人 可以做一些什么 那请问一下 你做了什么 学生目前最多的因为机缘是在陪伴这位小朋友上 所以在作业上 就是尽可能的陪伴他 然后让他有宣泄的机会 就是想哭就发泄出来 想要把这个愿抒发出来也可以 然后其他时间呢 就是帮他做一些时间管理 作业写完之后就以待他玩为主 就不要给他太大的压力 除了读经就基本上是陪伴玩耍 那对他比方说接触到他的父亲呢 有做了什么 目前学生没做什么 因为这位长辈他有德有味 自己感觉人微言轻可能也说不上太多 他可能就是学习啊 经教也是很认真的有在熏悉了 那你刚刚不是有提到说 他现在对孩子也是 就是比较没有管得那么严吗 对 因为这位长辈要横顺他的夫人 所以 好 好 谢谢 这个瑞学长 这个当然 先随喜他 这个孩子 走到你生命中 就是一个静缘 学佛啊 最重要的 用真心 练出真心 在哪里练 在你当下的每个静缘 你有没有耐性啊 你有没有设身主力啊 这个就是练真心啊 我感觉我们假如没有认知到 老婆说用真心啊 我们就是在境界当中呢 挑境界 回避境界 明明这个境界是成熟的 明明这个境界是我们的本分 我们就要散谈 其实已经什么 道义不足 人义理智性啊 其实人也不足 义也不足 这个刚好 我这次 当然我自己练的也不好 就是一些感触啊 跟大家做共 一个 三十六岁的 妈妈 还有两个孩子 她在 大学 毕业的时候啊 感觉都是 十四年前 她的姑姑啊 让她去参与 传统话课程 刚说陈德 讲 讲这些课程 她去听了 你看十四年之后 她五场来了 车祸 当场就去世了 她姑姑非常顾持佛法 那刚好这个园 我刚好在啊 就在她 很重要的这个 最后一天 要做佛事啊 接着就是要 就火化了 最后一天 我刚好 去到她的灵前 那家属 那家属也希望 我跟她 讲几句话 那我们在那个 当下 也是在 这个希望 尽自己一份力啊 有时候也会 哎呀 会不会讲不好啊 要讲什么 起这些念的时候 赶快念阿弥陀佛 让自己的心处在 真诚清静的状态 自然就有佛菩萨加持 说实在 当时候讲什么 我现在一下子也 想不起来 但在谈的过程 我们也是 你不能 哎呀 她可能 不容易了吧 要再往生 极乐世界就很难 都不要起这些念 真诚 信任她 一切众生 皆具如来 智慧得下 只要她真的相信了 真的发愿了 还要有机会的 所以我们 在面对一切静缘 我们对自己 有没有信心 我们对对方 有没有信心 这很重要 你对自己 对别人都很有信心 那讲出来的言语 是不一样 你会触动 她的善根 哪怕她是一个 中阴生的王者 都可以触动 自成可以感通 所以这个境界 对我来讲 就练我的真心 那哪一个境界 不是练自己的真心 那我们有没有 这样在练呢 道也者 不可虚于离也 可离已非道也 忘失不立心 修诸善法 顺明磨叶 不立心是我们的真心 不能忘失掉 所以瑞学长 要保持住 面对这个孩子的状况 要保持住 甚至还要更提升 好 那在这个因缘当中 我们说面对境界清楚 首先这个境缘当中 最重要的是谁 是这个首先修学传统文化的 因为它会影响 太太孩子 对传统文化的感受 认知 大家有没有看到 我们的心呢 很容易执着 在哪里执着 过根不及 所以我们五十三餐 今天这个例子 就是我们的一餐 我们有没有 在过于不及当中 这个 换过来 换过去 为什么 夏老说的 基于意气 迁于感情 你看一个人很积极 积极 最后说 我不管 那个积极里面 都还是 感情意气 掺杂 都是好心 都不纯 我们看自己的心 能不能看得那么细 那个心境里面 都掺杂着 有求 所以家里的人 对方 反馈 不是很热络的时候 我们就很有失落感 那个失落感 本身就是 我们有求 我们有得失 我们用的 就不是真心 如果 如果这个 如果计较 人我 瞻顾 得失 你看对方 一回来 你就有失落感 得失 计较 人我 心里面 常常 谁对 谁错 在那里影响 自己的 状态 你看 夏老 这句话 在哪里 在一切 静缘 要用出来 佛法 就是生活 主师 这些教诲 就是生活 就是当下 就是我们的 这一念心 是真心 还是忘心 是觉 还是迷 是无求 还是 患得 患死 是真诚 还是有成见 是大功无私 还是有掺杂 自己的 利益在里面 这个都要自己 关照 而在教育当中 其实这个都是 证明 要为众 开发 教学 危险 因为这个 父亲 本身 你也没有 听 袁龙 所以这件事 还是我的故事 有机会 再介绍 介绍 我跟这个 爸爸聊一聊 因为他 没有看到 自己爱你 没商量 的习气 做好事 就强势了 你看 理济 学济 里面讲 知其心 然后可以 救其失 我们 有没有 随时 能感受到 对方的 状态 这个就是 慈悲 起作用 我们 一有执着 体会不到 自己女儿的 压力 刚刚 听到 这一段 诸位 忍者 这个孩子 再不有人 疏通 他的情绪 你说他忧郁症 是不是快到了 一个人哭 可以哭到崩溃 他已经在 忧郁症的 状态里面了 是啊 你看我们 现在当父母 当长辈的人 心里只要一直做 什么好 什么一定要赶快 一直沉病 一直做 慈悲心 没有人 体会不到 对方的状况 而现在 他孩子的状况 家庭的状况 是 一报 随着自己的 正报 转 诸位 忍者 我们有没有 在一切境界当中 常常用 一报 随着正报 转 来 思维 这样就不容易 把责任 推出去了 一切法 从自己的心 向神 这个境界 是我 新鲜事变 不干别人的事 所以老话上说 最佩服老祖宗的 行有不得 反求足迹 今天 他要带着一份 忏悔的心 忏悔人的心 就真诚 现在太太不认可 我的责任 可是他又不能 忏悔到 又太过了 就是 一下子管的很多 都不管了 这个都是意气用事 你要把过了 调整到适中 然后 理解 要把法用出来 理解 太太的担忧 我们一下子道理 压过去了 儿孙自由 儿孙福 有什么好担心的 压过去了 你先理解对方 对方就 很能接受 你跟他沟通的 这些道理 是吧 因为都是为孩子好 而且还是中书之道 要高标准 要求自己 不要高标准 要求另一半 教人以善 物过高 当时期可从 当太太都感觉 你时时处处 都能体恤他 我保证 他的态度会变 依报 随着 正报 转 所以关键 是真的 自己的心形 跟性德相应 跟经典 的教诲相应 跟老 这样的教导相应 放下控制的念头 放下占有的念头 放下对立的念头 刚刚跟大家说 这个 这个慰重开法障 这次也得水洗一下 我们王川大夫的功德 因为刚好有一次 他跟这个 王悠津老师 谈话 因为他 接触了很多的 传统文化的孩子 都学很多年了 十几岁 二十多岁的都有 每个都学得 不是很快乐 结果呢 他一接触 他们的家长 这些家长 都蛮执着 然后 他说 他问了好几个家长 你的孩子的 兴趣是什么 他说 没有一个家长 能达得上来 真是阿弥陀佛 大家有没有感觉到 一直沉病的力量 一执着 你读经读多少了 眼睛里只有 读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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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的眼睛里就是 m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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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变了 现在变 换对象了 执着换对象 还是执着 还是控制 还是要求 结果 问了 这个王老师 几个问题 王老师都回答得 很自然 孩子的兴趣 都不一样 哇 你看带去图书馆 拿过来的书 有的拿科学的书 有的拿美术的书 视性发展 没有控制 每一次这个 我现在遇到年轻人 他的爸爸妈妈 陈德华士来来 鞠躬 现在更不一样 来 跪拜 压下去 我都很害怕 就这么强迫 爸爸这个孩子不舒服了 不用不用不用 你看 红法都有意义 要读汉学院 我马上补一句 行行出窗 行行都可以行菩萨道 这个先生缓和缓和气氛 不然你跟这个年轻人 一下子人家反感了 的话后面都不用讲了 这个 这个 你看这个 陪伴孩子 十多年 这每天就是这么干的 陪了四个孩子 然后 我在旁边就起了一个灵感 我说这个王大夫 我看你 做个主持人吧 给王老师访谈访谈吧 他连续问了好几个问题 后来当天 当天还是隔天 我有点忘记了 马上就访问 我感觉主持人特别紧张 因为没有干过主持人 但是这个被访问的人不怎么紧张 因为他每天就这么干的 所以我觉得现在红法 做到了就能说 说了不一定做得到 你真正敦伦敬份 用真心去敬自己的本分 让你谈 让你谈 你的本分角色的东西 不用准备的 侃侃而谈 唯唯道 所以 假如人家问我们 佛法怎么用 你可不能傻眼 你每天都在用 人家问你怎么用 你还不能回答 这个六度怎么用 辅行实验怎么用 菩萨士德怎么用 佛法就是生活 就是工作 就是处事待人接物 好 不知道有没有回答到瑞学长的问题 这个还可以再探讨 感谢法师 学生的问题有基本解答 但是学生还想补充请教一下 因为这位长辈 他很发心在弘扬传统文化 那这样势必可能自己的时间精力有限 很多时间都是要在互联团队这里 那其实在家里陪伴妻子孩子的时间是很少 甚至回去看望自己父母的时间也很少 但是团队现在其实也很需要他的主持 所以像这样的两难的情况 是不是还是应该以家庭本分为主 从起家开始做起 阿弥陀佛 我请请教大家 大家有没有观察到 陈德 跟大家回答问题 我们在英国传统文化学习班 每一次回答问题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超过一半都跟家庭有过 今天你在办传统化中心的目的 就是用传统化 利益大众的身心家庭 今天我们自己身心家庭都没有得力 请问你在那里红法 你能给到大众什么 大众真正遇到实际的问题 挑战的时候 你能够互念到他吗 你自己都过不了关 你怎么互相 我也见过传统文化的老师 一直强调 老婆上要盖弘阳汉学 我们来办汉学院 可是他家里问题很大 孩子都寻短了 他都不高度重视这一件事情 假如他的孩子真的出了什么情况 他红法的路就断了 可是今天会出这个事 就是他自己的修学之间有问题 他不重视敦伦净分 一个人认知错了 你不用侥幸 他的问题迟早要出现 修行的人不要有侥幸的心 其实一个人会出现侥幸的心理 他一定有明文利养在推他 人的明文利养一起来 对自己亲人的道义就会折损 心会变的 你一掺杂名利了 情意恩意道义就开始下降 不知不觉 所以大家别激动 你要护持一个人弘扬传统话 你要观察他的家庭 不然他所教的东西 会有偏颇的 我还听说传统话老师 私底下 劝人离婚 真是阿弥陀佛 都是打着老儿上的旗号 教的跟老儿上都不一样 台上台下讲的不一样 大家要慎重 我们只见过老儿上面对的家庭暴力了 先护念这个人 不能伤及自己的生命 要适当的调整 没有听过老儿上 说谈让人家离婚的 所以 我们的心态一偏 讲出来的话就偏 我敢跟大家保证 一个讲课的老师 会私底下说离婚没有关系 铁定他自己把自己家人当冤亲赛主 他才会这样 言语是心之深 从他的言语 就看到他的心态 我们现在更重要的 从自己的一言一行 看到自己的心 有偏的要赶快调 修行的总纲领 就是老儿上说的 六根接触六成 就是一切静缘 自己的心 不要分别执着 不要起心动念 不能有分别执着偏 无量寿经也是这么教我们 不起贪嗔痴欲诸想 不着色身香味处法 你接触六成 不要懒着 内心不要气 不起贪嗔痴欲诸想 就是不要有失货 不要起见识烦恼 人人宏道 是人要展现出 道是什么 道是真心 道是设身处地的心 你不能一激动 让人家举家牵过来 没问题 可以把孩子教好 他的夫妻脚的长期分居 出了什么问题 你能替人家的家庭负责 再来 成就一个孩子 家庭的伦理是根本 这老儿上都强调过了 家庭教育是根本 学校教育 是家庭教育的延续 社会教育 是家庭教育的发展 宗教教育 是家庭教育的圆满 哇 你现在给人家拍胸脯 打包票 来 卖了房子 来 到这里清静我 保证把你的孩子教成了 这都偏了 都没有 都没有造老儿上的教育 你打着老儿上的旗号 又没有依老儿上的教育 在顾念众生 这个因果很重 不是开玩笑的 你会影响他一家人 对传统文化的信心 你要设身处地 他的家庭的状况 这个才是你用出了 道用出了真心 我们传统文化 走了二十年超过了 我们也要总结总结 走过来的路 佛是绝的意思 不能前面出了什么问题 都察觉不到 后面照犯 佛法就是什么 就是绝 前世不忘 后世之师 那一天有同修 说法师 佛法说 若要佛法行 唯有身占身 法师你最近好像都 会谈一些问题 这个跟身占身 有没有违背 这个问题也问得很好 做得对的要称赞 做得不对的 你不讲清楚 那大家还是依然 是这个问题怎么办 不能做烂好人 我以前的个性 就是烂好人 所以我的考题当中 也有考这一题 幸好聊盘视讯 跟大众分享过两次 最有印象的 相怨 必以为德之贼 道德的贼 你让大众 是非不分 孔子宁子宁取狂倦 孔子要用人 没有圣人君子 不用烂好人 不用这种学相怨 不敢得罪人的人 不用 用什么 狂者进取 倦者有所不为 他不同流和无 他不 做但好 他不让人家 搞不清楚 他不打迷糊仗 现在这个时代 狂倦之事都不好找 我们现在有时候都比较怕事 不敢承担 狂倦之事都不好找 学到向上去了 都不得罪人 不行 老而让他发表这些专题 都是要赶快显正破写 不能让这些偏颇的现象 继续发展 所以才应激说法 那现在老人家远急了 那大众继续在讯息 会不会产生种种现象 那我们当弟子的 也有责任 要把这些情况探讨清楚 所以这个 生战身 跟不能学神相怨 这个是不冲突 佛法要圆融地来理解 不能解偏调 而且我们在 就事论事 把问题论清楚 我们又不是 指名道姓在骂哪个人 在骂哪一个团体 我们的动机 也是希望对方 不要再偏了 因为对他来讲 那是造的业很重 我们也希望他 悬崖热马 能够拉回来 我们也是关照自己 愚树众众生 示弱自己 我知道这个人 有这个情况 我有没有每天给他练佛 每一次给他回降 我们都是成年以后才 从事弘扬文化的工作 这一条路 显向还生 心念稍不注意 就会开始偏掉 不容易 为什么老阿上说 十倍百倍的难度都不止 我们内的烦恼 比他老人家多多少 外的诱惑 又比他老人家多那么多 乘起来是几倍 十倍百倍 已经算是很客气了 有时候老阿上讲 现在的染污 比古代千倍都不止 这个我也有听过 我们保守一点 确实是厉害 好 那在教育的因缘里面 孩子为主 主办圆容 父母只是孩子的一个住缘 当然 我一讲只是孩子住缘 你不要又偏着这一句 反正我也不是很重要 你又偏偏了 所以讲话真难 我为什么都要补一句 我什么都没说 你们也什么都没有听 好 那 我们面对境界清楚 所以教育孩子 你也要清楚 孩子是主 我们是他的一个住缘 你要顺着 你要顾及这个主 的状态 顺着事去做 你到时候 爱你没商量 让他造成反感 你不是 断了他的缘 是啊 我们前面断了孩子的缘的 家长 我跟大家讲超过一半 但是这个不是责怪家长 因为学佛学传统话 不是一下子学的 我们的执着都不见了 所以这些现象很正常 强者先迁 还没学以前的 那个习惯还是比较强 今天 这一句 为众开法上 广师攻着跑 希望我们探讨完 这两句成为我们 每一时每一刻的指导 有没有道理 有啊 你跟每一个人讲话 不都要自利利他吗 你离了 尖叫了 自己堕落了 对方也不得利益了 所以这一句话 不可虚于利益 你面对任何一个因缘 要解法缘 不是喝咖啡 聊是非 哪怕是谈谈吃的 也是先以欲锅签 什么后练入佛事 都要清楚 你看老儿上这些法语 很有味道 面对境界要清楚 要用真心 这些法语 我们要阅炼 要炼到 你完全不用注意 言行就跟这些教会相应 好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